大家好,我在北京,这里是古楼东大街 这个路口就是南罗古巷的北口 我今天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北罗古巷 一般南罗古巷是很出名的 人们来北京都会转这个南罗古巷 我今天给大家拍一下北罗古巷 在这个北罗古巷的这个入口处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看,就是这个黄琉璃瓦的这个院子 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一个财神庙 我给大家拍一下 然后我们再拍这个北罗古巷 这是一个财神庙 这里有一个简介 黄瓦财神庙 大家可以按暂停看一下这个故事 和雍正皇帝有关 这里是这个黄瓦财神庙建筑遗存 好,我现在带大家转这个北罗古巷 这是南罗古巷 然后一只 这样往北走 这就是北罗古巷 今天天气挺好的 就是气温有点低 昨天北京下雨了 下的小雨 今天天气放晴了 不过气温有点低 然后今天风有一点大 风稍微有点大 这个北罗古巷胡同里面 有很多这个大树 这有一个这样的小店 小时光 然后左侧这有一个宿巴酒店 这个北罗古巷 这样一直往北走 这里面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酒吧 好彩 这个北罗古巷 这样一直往北走 里面也是有很多这种胡同 像这样的胡同非常多 有的胡同非常长 就是往东往西 这里面会有很多的胡同 这个北京的这个胡同区 这几年也是升级改造了 以前的胡同的很多门啊窗啊 该堵的就都堵上了 然后该封的也封上了 然后厕所也都升级改造了 北罗古巷这边实际上 以前也有很多商铺 后来升级改造的时候呢 大部分就都关闭了 厕所非常多 每隔大概十几米二十几米 就是一个 这个路口这就有一个厕所 厕所非常多 在这个胡同里面 你要找厕所的话 很好找啊 离这很近就会有一个 然后这个胡同里面 也有一些这个 本地的这种住户 自己开的这种小超市 非常小的小超市啊 就卖一些饮料日杂什么的 这里是一个饭店 叫黎家 这个大树 等到夏天叶子长起来的时候 我估计这胡同里都是树荫 因为这个大树挺大的 然后这个胡同里面 也有很多的这个轻侣 就是有的住户 他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了轻侣 这里也是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小小小小酒吧 这也是一个 晚上的时候 虽然说这条街里的 这个酒吧不多啊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晚上11点以后 这个北楼股区里面的几个酒吧 是深受外国人欢迎的啊 就是都是偏比较年轻的外国人 这里面有几个酒吧 一到了晚上 外国人非常多 这一个年轻人的nier人 以后 谁 也是 谁 再 非常的糊涂 这里就是厕所 现在升级改造的这些厕所都挺干净的 老北京人都知道 以前胡同里面的厕所 就是那种老式的厕所 这是车检电胡同 这里又是一条胡同 这又是一个厕所 左侧是一个胡同 还有不远 这个北楼鼓巷就会走到头了 我带大家走到头吧 这里有一个粉色的小房子 这有一个修理自行车的 然后这边有理发的 这边是一个小小饭店 我刚才看见 是一条小小的小房子 这是一条小小的小小的小房子 这是一条小的小小的小房子 就是在超级小的小房子 然后窗带啊 这里是一条小的小房子 也就是一条小房子 这边是一条小房子 这里有亲情北罗一家人 这样的社区专栏 这是北罗社区计划生育宣传栏 这是北罗国庄社区 我带着大家咱们走出去看看 外面这条公路是北二环 然后咱们在外边这条公路这结束 这个临近公路两侧就是这种绿化带 人们可以在这两侧的绿化带里面可以溜弯 两侧都是大概十几米宽度的这样的一个绿化带 也算是一个街边公园 这就是北二环了 站在这个路边 这是向东的方向 北二环向东的方向 这是北二环的向西的方向 然后这就是北罗国向的北口 好 我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